那么今年以来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和太阳能光伏的出口 继续保持着增长的势图 前一段时间 中亚国家的很多商务部门 和顶管的同志 来到我们西安之后 跟我们交流的最多的 就是希望 我们陕西的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光伏 能够到中亚去发展 能够在那里去开设工厂 帮助和中亚一起 推动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 我们也非常乐意 目前中国我们西安 在新能源发展 产业的发展方面 和中亚国家 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意愿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光伏 一定会在我们中亚国家的 大地的互惠互利下 在共同协作下 为我们中亚能源的发展 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